好 我們剛才就是做垂直的動態嘛 我們現在可以加入一些 讓它加入位移 讓它蛋不是直直的掉下來 好 我們在我們的位移這裡 往前一點 彈 這樣它落下 彈為了緩衝它會更往後 往後一點 再更往後 好 這裡的彈的程度 我們這裡可以進到 切換到Graphic Editor 來觀察 這裡 落下 彈在這個位置 然後最高點 這個Key 最高點這個Key 我們可以Location 把刪掉 這樣它就會平均的在這兩個Key的中間 這樣就可以增加它的位移的感覺 然後但落下如果我們像生物體一樣 落下的話它就不會是正正的嘛 我們讓它增加一點生物動態的感覺 所以我們這裡 它在落下的時候 這裡 這裡是斜的 rotation 我們增加rotation 它 落下 接觸以後 彈起 然後 對 落下這裡 這裡 這裡 抄起 調油 彈起 在最高點的時候 我們要回到正正的 彈起 在最高點的時候 我們要回到正正的 再落下的話 回到正正的位置 這裡 讓它最後回到正 讓它有一個緩衝 好 像這裡 就做動態的時候 通常不會一次到定位 像這樣緩衝起來 通常到這裡定位之前 通常我們會 就會再做多過頭一點點 讓它伸縮回來的時候 再回到正的位置 讓它緩衝一點 彈 再旋轉 所以後面這個不要好了 彈 好 這裡的伸縮 我們其實也可以配合我們一點的 伸縮這裡 其實可以配合我們的伸縮來調整我們雞蛋的方向 所以我們這裡 我們這個骨架可以用旋轉方式控制方向 像這樣旋轉 讓它接觸面 不一樣 像我們這裡 最後 因為它會讓它緩衝的話 我們可以在它到定位後 旋轉 我們可以讓它再往後面再旋轉一點點 rotation 再多轉一點點 然後這裡配合一點位移 要不然它這裡會像是在自轉一樣 這裡 再幫它添加一點點的位移 然後這裡配合一點位移 然後這裡配合一點位移 要不然它這裡會像是在自轉一樣 這裡 再幫它添加一點點的位移